原来我也会角色扮演系列 今天要来到了福德宫 这个让人家感觉到虚无缥缈的福德宫 常常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 把它搞清楚一点 今天就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么我们先对应在我们本命盘上面 所看到的福德宫 它会有哪一些的解释呢 当然包含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福气 比如说你的祖上有留给你什么样的福分 还有对应采波宫的对面 所以也会有我有什么样子的来采方式的解释 另外还有一个常常会听到人家形容的福德宫 包含了灵魂潜意识甚至是意志力的部分 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奇怪 这样子搞得我实在是很混乱了 老师那到底跟芊怡宫有什么不一样 芊怡宫讲的是我的内心的这样子的想法 对不对那当我内心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是不是就有机会会展现在外面 但是这个福德宫稍微有一些不同 毕竟它包含的有一点像是 你的精神灵魂层次的影响 简单的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呢我的命宫是开一家餐厅 这个餐厅呢或许是日本料理来着 那么这个迁移工呢 或许就会是这个店长的角色 店长通常会怎么样 我当然会使用我的餐厅呢 名声还不错 大家都知道我会希望我的业绩长红 那为了做到这一些目标呢 我会怎么做 或许好好的宣传啊 好好的调整环境空间 好好的准备我的料理 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客群 那么福德宫代表的是什么呢 命宫是餐厅 迁移工是店长 其实福德宫代表的就是老板的角色哦 哦那是不是包含的范围更大了 没错你想想哦 同样的餐厅啊 有同样的店长 但是当你的老板不一样的时候 你所得到的结果一定也大不相同 对不对 每一个老板的主事态度 还有他的期望 还有他对于这间店的设定 只要稍微有一些不同 那么影响的就是全部的范围咯 这样子对于同学在理解 这个命宫 迁移工 福德宫 有没有稍稍有更加强的一些概念呢 所以呀 其实我们这样子来看 我们每一个人的潜意识 我们心里面灵魂的想法 其实会深深的影响到 我们命宫的态度 还有这些对我们来说 真正属于有价值的地方 接着呢 我们就根据十四祖星 当他们出现在福德宫的时候 我们会具有什么样子的精神 灵魂 会有什么样子的潜意识 想法 甚至是意志力 或者是来采方式 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紫微星 就知道又提到了皇帝 这个紫微星呢 拥有一个非常高贵的灵魂 那么高贵的灵魂也代表什么 我当然会希望我是跟人家 与众不同的状态 我一定会希望我能够拥有 更多的心灵感受 这样子的人呢 非常的重品味 所以呢 在于人生的体验 我在于我的生活当中 我也很着重在我精神灵魂的享受 那么以来采方式来说呢 基本上这一些比较令人称切的行业 还有一些像是时尚业 这一类型的工作都会是紫微星在福德宫的时候 我会有的潜意识的想法哟 下一个天辅心 我们都知道在天辅心的对面一定有七杀心 所以其实基本上呢 天辅心在福德宫里面呢 我就会有非常非常坚强坚持的意志力 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天辅呢 它又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心要 所以当这么务实 这么肯做肯拼 这么有谋略的心要 出现在你的福德宫的时候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比较不会有奇怪状况的出现 你的一切状态 至少都能够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 而且呢 也能够很轻易的克服掉了 你的人生困难 拥有天生的好能力 拥有天生的好能力 当然啊 如果说有遇到萨迹太多的时候 比如说又有火星又加禽养 或陀螺什么的 还是会有一些些影响 让你的天辅稍微没有那么正常的状况发挥 但是其实在基本上 只要没有太多的萨迹去影响你 天辅在于福德宫呢 它会是一个让你整个人生 好好的掌控住你的精神灵魂的状态 那我们也知道啊 像紫威心跟天辅心 这样子是属于地心的状态 我尊贵或者是我要务实的掌控 当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啊 有这样子的心要在你的福德宫里面 或许你在年纪大了之后呢 你也是想要好好的掌控你的人生 或者是我要有尊贵的灵魂 自然而然年纪大了之后 还是会找很多事情让自己做 不是那种想轻浮悠闲的退休生活 不过就以现在的社会来说呢 这样的状态其实也挺好的 至少会那么快的老年时代哦 下一个天机心 我们都知道这个善良善变的天机心啊 他其实拥有着一个变动的灵魂 一个不安不安定的灵魂 那么当你的精神灵魂 有这样子不安定的状态呢 那么其实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样子的一个人呢 他的人生中或许处处充满的惊喜 因为变动性有些大哦 他的意志力会影响到他的行为模式哦 下一颗天良心哦 天良心呢 他是所谓的福德主 所以福德主放在福德宫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哦 那这一个天良心 他其实非常有宗教的缘分 所以当你的天良心是出现在福德宫的时候 基本上呢 你对于宗教 你对于心灵的追求 你自然而然就会很有兴趣的 往这方面去发展哦 当然天良心也有老天爷 特别照顾你的意思哦 所以像什么遇难成想 这样子的形容词 其实都还蛮适合形容 天良心出现在你福德宫上面哦 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呢 没问题哦 老天爷总是会帮你顶着心 下一个天童心 天童心呢 他好像也是福德主 那么天童心 其实也非常适合放在福德宫 福德宫里面 但是跟天良心稍微不太一样的是 因为天童心 他是我们形容的一个很有 赤子之心状态的心要 他的灵魂天生的就是非常善良 非常无害哦 所以当天童心出现在福德宫的时候 他并不是遇难成想的概念 而是因为当他有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呢 他比较能够乐观的去看待 他比较不会去计较 能够让他在这一些人生过程 比较遇到状况的时候 可以轻松的去面对 所以这个是天童心也适合作为福德主的原因哦 下一个太阳心 同学知道吗 当太阳心出现在福德宫的时候 其实你的命宫就会是天童心哦 所以其实有一个隐藏的含义哦 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别人呢 其实他会是天童心的一个真正的价值灵魂价值所在哦 那当然啦 因为是太阳心的关系 所以呢对于来财方式啊 至少是要有那种 有社会地位的啦 能够在社会阶层比较高一些的啦 有知名度的啦 类似像这样子的工作形态 下一个太阴心哦 我们都知道这个太阴心呢 他其实也蛮享受他的人生哦 所以呢享受享受呢 对于这些享受的事情呢 其实也很容易的就会转变成他的专业知识哦 那么当转变成专业知识的时候 或许也可以成为他的来财方式呢 另外太阴心有个蛮特别的地方 因为他是属水的桃花星药 所以你要把它放在来财方式这件事情来说呢 他大部分呢会是来的是异性财哦 下一个天象星 一样的当我们看到天象星在你的福德功的时候 我们自动的就可以联想到 那么他的命宫一定有个贪狼星 哦贪狼星 他是一个欲望很强的星药 我们通常也都知道说贪狼星的交际范围很广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天象星 他是一个重视人际往来交流的这样的星药 有一层这样子的影响力在影响了他的潜意识 自然而然能够让这个很有欲望的贪狼星 好好地发挥他的人际往来 发挥他的魅力来结交很多的朋友 这个也是因为天象星在福德功的原因 而让贪狼星变成一颗很大的桃花星药呢 当然前提是你的天象也不要遇到太奇怪的撒基罗 下一个七杀星 刚刚有提到七杀星在福德功 那么他本身就具有一个非常坚持的 非常坚强的意志力在他的福德功里面 只是说呢 这个有坚强的意志力呢 我们还是要参考七杀星的对面 是什么样的双星 比如说是舞曲天府啊 紫威天府啊 莲真天府啊 每一个双星会影响七杀星的作为跟想法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参考 帮同学介绍的十四祖星 到底他们各自对应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下一颗破军星 破军星呢 拥有着热情奔放的灵魂 我们就知道有这样子的灵魂 当在影响你的时候 当然你潜意识已经是这样了 你的行为或许也有可能会这样子的呈现 那么对于来采的方式呢 破军星呢 它有很大的艺术特质 所以呢 对于那一种走在时代尖端的产业啊 或者是艺术创作方面的工作 其实都非常适合破军星 在福德宫的时候 因为唯有这样子特别有想法 特别有梦想的星耀 在影响着你的潜意识的时候 能够帮你激发你更多的潜能 下一个 灿狼星 这个很有欲望的星耀 当它出现在你的福德宫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子的状态 非常的喜欢 也非常的想要好好地探索自己的灵魂 跟自己的心灵 当然也会朝宗教心灵这方面 去好好地研究跟专研哦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 这个潜意识的欲望所在地呢 下一个聚能星 这一个有不安全感的星耀 当它出现在你的福德宫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看作是 我把这一层很不安全感 很不安的状态呢 藏在我的灵魂深处哦 潜意识的我呢 其实是需要安慰 需要一些温暖的 那 那聚能星在福德宫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啊 这个命宫应该就会是太阴星哦 所以呢 在这种情形底下 我们就会发现太阴星在命宫的人呢 他有潜在的 非常想要好好保护他家庭的关系 其实就是因为他内心 有这样子一个不安全感的成分在里面哦 所以他对他的家庭非常的保护 而且呢 他也有隐性的宗教追求的状态会发生哦 当这个心灵被稳定下来之后啊 自然的他有很多很多的状况 就可以迎刃 而且就可以改善哦 那我们知道啊 聚能星的对面呢 有可能是天机啊 有可能是太阳啊 那么 简单的提一下 如果是聚能星对面是天机的话呢 或许他对于逻辑 对于数字观念就还不错 可以当作是他的专业发挥的地方 那如果对面是太阳呢 我们就知道 他可以从事类似什么 政治啊 宗教啊 教育类去发展哦 或是歌手 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呢 下一个 联真星 好 联真星 这就是五鬼星哦 我们就知道 其实呢 他拥有很强大的磁场 这个甚至是超乎 所有其他心药的影响层面哦 所以 一方面呢 这个磁场也能够帮他带来一些磁性哦 一方面呢 他自己也很容易转往 宗教啊 心灵啊 方面去探究哦 好 最后一个 五曲星哦 这个很有刚毅的灵魂出现在你的福德功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他的意志力相对的一定也是非常的坚强哦 那么他的财务方面呢 来财方式或是他的运行呢 一样还是要看一下 他搭配组合的心药是什么样去做对应解释哦 以上就是我们帮大家介绍的时事主星 当他们出现在你的福德功的时候呢 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潜意识 会有什么样子的精神灵魂 来去影响你这个人生的个体 所以福德功的影响层面其实也不小呢 高手的命运师其实会参考 大幅度的参考你的福德功状态哦 感谢观看